恭喜 新北市第三屆里長就職典禮 在板橋126位里長領取當選證書 以板橋區人口來說 可以說是新北市之冠 當然里長也是權勢最多 頒發當選聘書的會場 選在板橋區公所的大禮堂 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新任里長們領取證書正式就職 連任是責任的開始 未來四年我會更加認真打拚 來感謝里面對我的支持 第一屆連任然後很開心 今天很開心 感謝我們這麼多里面 讓我有再次的機會再服務大家 我一定急功近翠 非常感謝我們的里面 我們希望我們全體的里面 跟我一起為我們光華禮加油 基層里長和民眾接觸最多 更是市政推行的第一線工作人員 在侯友宜市長就任之後 強調檢政辯明里長更是深深有感 為了解決民眾的問題 才能夠把建設做得更好 再者協助市府做好市政建設工作 讓新北市更好成為更宜居城市 獎友宜市長 四年來的舉行人最好的 所以我們今年年著業 總共春秋毋... 才30多年 這位新北京春秋毋... 30幾年40幾年 甚至還有差不多50年左右 今年都出入了生一年 我覺得有15歲而已 所以這價值這麼難 我們這裡都是教育人最好的 所以你們都親敬 所以你們繼續在這裡有這個機會 教育大家... 非常感謝冬秋里所有里民 給家維這次服務的機會 那家維未來這四年 一定會努力認真的來為里民服務 守望相助隊能夠重新來運作 還有里內清潔人員 也會重新建立起來 那未來還會加強在公園 民生公園的優化更新 希望能夠多爭取老人的體健設施 還有兒童的遊樂器材 讓里民能夠有更多元的運動休閒 板橋區是新北市政府的所在地 未來四年里長們都做好準備 配合市府充分合作 才有機會帶動更多的進步 才是把未民服務放在第一位 蘇維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